有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博文称 他所在的公司 一个实习生设计的作品中 使用了微软雅黑字体和盗版PS软件被索赔2860万 理由是 把没有取得授权书的字体和软件从事商业化用途 侵权了该网友称 使用该字体和盗版软件的样稿 印了5000万张并以上用 导致公司被索赔 裁员8个主管 42个员工 微软雅黑字体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电脑装上Windows系统之后 系统默认的就是该字体 很多人纳闷 微软雅黑字体不是微软的吗 为什么会受到方证起诉 其实 微软雅黑是微软委托方证 为其开发的一种字体 微软可以在旗下产品中使用 但版权仍在方证手中 如果日常使用 不用在商业用途 一般来说方证就不会管的 一旦使用不管方证 有没有发现 法律层面来说已经形成侵权 Adobe大家也不陌生 旗下很多产品在全球拥有庞大的用户群 特别是PDFPSPR 而以前市场不太重视 知识产权保护 很多软件大家都使用的是破解版 没花一分钱 和方证一样 如果用在个人用途上 无所谓也懒得管 但一旦用在商业用途 而且还被Adobe官方发现 那么就会起诉侵权 然后索赔 方证官方回复 如果是输的话 使用微软哑黑字体 字体授权费为500元 如果是广告 字体授权费4500元 授权费用与印刷数量无关 请注意 方证官方所说的这个授权费用 是还未使用在商业途径前 购买字体价格 而网友所在公司 已经适时侵权 事后赔偿 完全不同 在知识版权领域 侵权被百倍索赔 是很常见的事情 千倍赔偿也不罕见 按照方证官方 给出的费用标准 网友所在的公司 被索赔额 应该在45万到450万左右 这还仅是 微软哑黑字体的索赔费用 加上该网友所在公司 还受到Adobe起诉 索赔额估计不会低 最起码 不会低于方证 方证旗下字体众多 其中免费字体 仅有四种 方证黑体 方证输送 方证仿纵 方证凯体 大家留心点吧 特别是设计师 等长使用字体 和软件的职位